HELLO 各位OnlyLady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亞倫 第幾次來紐約啊 說不清 因為以前在 以前住在康州 就在紐約東北方 然後週末的時候 爸媽都會帶我來紐約逛一逛 在這個Vulture 純白色的衣服 然後上身是皮衣 在這個寒冷的紐約 唯一這一趟裡面讓我覺得很暖和 再來就是我很喜歡我腳上這雙鞋 我做了一點不一樣的搭配 白色跟黑色的shoe lace 因為他們 因為近期時尚界 主張的就是unisex 就是看不出來性別 然後甚至是讓就是 男女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然後我想 也不一定要都一樣的這個 顏色的shoe lace 讓兩個mix在一起也會有它 意義上的一個呈現 其實這次主要是女裝周 裡面有十一套的男裝 我很喜歡有一個是 全白色的高領的上衣 然後是一個 Hair model穿的 那我覺得那一套非常有質感 然後還有最後一套 有一點不羈 那個model在走的時候 感受到她 覺得自己就是最 灑脫的一個 對 鞋吧 鞋子很多 我媽都笑我是蜈蚣 後悔的啊 那我曾經在某一個牌子 買了一件寶藍色 真的是寶藍色的大厚長大衣這樣子 那當時她跟我說這是全台北唯一的一件 然後我就買了 我會背一些畫書片 以前 Anyways 後來這個大衣我就只有穿過一次 因為比較難搭 加上台北的氣候 實在是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穿這樣 會最近給我很多小月月的表情包 對可能知道我會喜歡小月月 哈哈哈 隱藏的技能喔 彈蛇算嗎 整個逆 其實因為這項技能想要學法文 哈哈哈 結婚的都結婚了 有男朋友的有男朋友 應該不需要我做桃花 但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夠把 自己的創作 專輯做完 那其他的身體健康就好 其他沒有太要求 粉藍粉綠有 沒有耶 沒有 都會偶失 都會偶失 第一種是這個 這是很基本的 再來就是這個 三種還有這個 謝謝